Hello 大家好 我想大家看Title好像今天是浸梅酒 在浸梅酒之前呢 我想給大家看一些東西 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超金磷 超金磷的毛巾 為什麼要改這個名字呢 這個超金磷是為什麼呢 就是說 它用一些沒那麼扭的線 就會令到這條毛巾更加軟 為什麼突然泡梅酒呢 其實每年6月 超金磷市場 百貨公司那裡都會有很多梅買 但是呢 每次上浸的時候 都過了季節 今天跟老婆和外母去超金磷市場 剛好看到超金磷市場外面 放了很多這些一盒的 已經是原熟的南高梅 既然是這樣 不如順便賣一下 不然要等到下年才能泡 好 讓大家看看 其實之前我也有泡過 這個應該是2016年浸的 2016年浸了兩種梅 這個深色的應該是南高梅 這個應該是古城梅 其實浸一年就已經可以了 浸六年也沒什麼分別 我免得把梅拿出來 2019年 就跟老婆浸了這兩瓶梅酒 這個呢 就寫著了是這個 白家賀梅 我老婆浸這一瓶就是南高梅 這一瓶就是用了這個 威士忌 白蘭地 還有蜜糖 和黑糖來浸 其餘我自己浸的三瓶 都是用這個 燒酒和冰糖來浸 好 那我們現在馬上去薯房 OK 那我們來到薯房了 我們就準備了這些 首先呢 有這個 浸果實酒用的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燒酒 那酒精濃度高一點 就讓它不用在裏面有滋生細菌 或者會發污 這樣 還有這個 一kg的冰糖 我們今天用大約一半 還有這個 剛才給大家看過的 南高梅 浸酒用的瓶 裡面有教了怎麼浸 好 那現在我們先打開這盒梅 然後呢 全部都要洗一下它 之前浸的梅呢 都是 未熟的梅 那要浸在水裡 讓它的苦澀味 那些東西出來先 那這些熟的梅呢 就聽說呢 就不用浸水了 就這樣洗完 抹乾它呢 就可以 直接浸走了 好了 那我們現在把梅全部拿出來 洗了的梅 我們放進這個碗裡 那看到好像這些 有些黑色的那些 那盡量不要拿去浸走了 那剛才那一盒梅呢 那只有一顆呢 是沒有那麼漂亮的 那其他都OK 那我們首先要準備一支牙籤 或者竹籤 那就把這個釘 挑走它 那很容易呢 就可以挑到粒釘出來 就是這樣 剁一剁就出來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那些梅很熟的關係 站在那裡都聞到那些梅很香 聽說用熟梅浸呢 那些梅酒 會更加香更加濃郁 那讓我一年後呢 試清楚再告訴大家 是不是 挑釘之後呢 好了 我們首先準備廚房紙 然後呢 就逐粒逐粒地 印乾它 哇 那些梅真的好香啊 之前浸的梅呢 洗的時候 都不會有這種香味出來 那我們現在就把梅和冰糖 放進瓶裡 首先呢 就把梅放進去 然後呢 就一層梅一層冰糖 好 按上一下 然後我們放第二層梅下去 好了 又放了一層梅了 這些東西就好死的 其實 隨便就可以了 那應該是 最後一層梅了 好 然後我們放了最後一層冰糖 最後呢 我們開了這個 果實酒用的 這個燒酒 為什麼這個蓋 這麼不符合人體工學的 就是我 我這樣打開它 那你正常是這樣拔的嘛 它不是的 它這樣拔的 它這樣拔的 怎樣呢 這個設計 倒些酒下去 完成 那呢 就蓋上蓋子 然後關上這個蓋子 然後關上這個蓋子 那又寫 南高梅 6月11日 令和4年 那這個梅酒呢 就完成了 那如果一年後呢 我還在玩Youtube的話呢 我會和大家再分享一下 究竟好不好喝 還有和之前種的有什麼分別 好啦 說這麼快呢 又過了一個月了 今天7月13日 剛剛好差不多一個月 沒有上載過Youtube頻道 嗯 那6月就 有點忙啦 又去了東京啦 東京片呢 下個禮拜去東京之前呢 就應該會剪好 上載了 如果不難的話 6月30日 就打MON HONDA到今天啦 終於可以拍片給大家聽 那其實 都不錯的 因為呢 那6月11日 浸了這間梅酒 剛剛好一個月呢 可以看到它的顏色 超美 現在 又看到它 你看 又沒有軸 那些梅又開始皺皺的 皮 開始皺底 應該沒什麼 因為那些朋友 為何不出片 那我告訴大家 我還在生 其實呢 其實 梅呢 和這個 水蜜桃的形狀 這次呢 其實是不是 朋友來的呢 他們 所以熟了的梅 才會有這個 水蜜桃的味 有一點點像 好 打開了 就是這樣 噢 快點 我還在做什麼 我還在做什麼 好 下次再見 拜拜